大家好 欢迎收看毕个大世界 我是小永 我是乐乐 今天带大家打卡一家天津的网红咖啡馆 它的前身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浙江星业银行 银行在1921年建成 由第一批留学归来的建筑师沈李源设计 在这近一百年间 这座老建筑曾多次易住 终于在空置了近十年后 成为了今天的咖啡馆 重新对外打开大门 突然感觉自己赚到了 为什么 你想啊 要不是这里变成了咖啡馆 以后变成了收费景点 那不是要花钱才能进去 也是 咱们赶紧进去吧 嗯 一楼有许多老照片 还有一个金库大门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 看它长得这个样子就很难开 怪不得这里能成为打卡生地 真不是一般咖啡馆能比的 有点穿越的感觉 这要是以前在这里上班的人 过来喝咖啡 应该会有物识人非的感慨吧 建筑内部并没有做很大的改动 因为在1997年的时候 这座建筑就被列为了 天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厅上面的穹顶 以前是透明的玻璃 现在换成了手绘的咖啡树图案 而之前拆下来的文物 都已经保存起来了 围绕穹顶的一圈古代前壁 还是以前的样子 石狮子也被保护了起来 不过现在看到的墙壁 却不是老建筑的一部分 据说这星巴克设计师 在原有墙壁的基础上 隔出一丁缝隙新建的 可以更好的保护文物 坐着电梯 我们来到了二楼的露台 这里有好多圆形的石凳 坐在上面可以一边品尝咖啡 一边欣赏街上的美景 我们两个点了一壶果茶 然后还赠了两小块糕点 二楼除了可以喝咖啡的地方 还有许多具有天津文化特色的展品 我身边的这个是毛猴 我身边的这个是鼻烟壶 吃光职业 我们来到五楼的地方 我们去看里面的这种 我们去看里面的火球 在两这里 我们来到八楼的地方 那是并不瘴的地方 我们来到五楼的地方 在年轻覆裡面 我们来到三楼的地方 我们也在이에此之间 我们来到三楼的地方 我们来到三楼的地方 在这里喝咖啡或者喝茶会有一种优越感 这可能也是大家都来这边打卡的原因吧 毕竟喝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喝的环境 不过不得不说 这个茶喝起来是真难喝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 咱们下期见